張華縣在十九日的時候 竟然發生了一起奪命車禍 一對謝姓姐弟騎機車時 雨衣輛白色的貨車碰撞 兩人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而他們的母親則痛哭流涕地表示 他們的爸爸一年多前才因為肝癌去世 如今謝家又出現了兩對姐弟 因為車禍去世 需要遺體修復等費用二十多萬元 令他無力負荷 繼續向外界伸出援手 張華縣十九日中午 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 一對謝姓姐弟騎電動機車 行進巷口和小貨車發生了擦撞 姐弟倆當場就失去了呼吸心跳 經濟送往醫院 但是兩姐弟仍然宣告不治 這時失去兩個孩子 姐弟倆的媽媽是相當難過 而他們的父親在去年也已經離世 姐弟倆便扛起家中的經濟重擔 如今卻突然車禍離世 媽媽負擔龐大的遺體修補費和喪葬費 經濟陷入困難 根據河美警分局的說法 當時謝姓姐弟的號制為閃光紅燈 因禮讓小貨車先行 小貨車的駕駛僅受到輕傷 而詳細的肇事原因 仍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理清 新店少女雙屍案是引起社會關注 而這名人寫的金毛男 現在的身份也被起底出來 他功成與兩名少女只認識一個禮拜 二十三號凌晨相約開毒趴 沒想到兩人使用毒品後 一動也不動 嚇得他不曉得如何是好 才將人移到房間旁的樓梯間 再用鹽被蓋上接著駕車逃離現場 不過紅營男子在桃園落網時 也是駐在摩鐵當中 甚至又找了一名 年僅二十一歲的妙齡女子同住 一起食用毒品 現場還起貨了酒包 毒咖啡包 K他命等物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由於目前夜間停止偵訊 詳細毒品來源 案發經過違和 警方二十四號將繼續展開調查 釐清其中細節 大陸的社交軟體 近日瘋傳一條新聞 有三人在四川的天鵝林場 集體服毒自殺 二十二日下午 一名戶外的徒步愛好者 路過事發地點的時候 發現了兩男一女 城市在冷山的叢林中 而公安局透露 三人由外地到達此地 在林場的深處服毒自殺 事發地點被當地人和網友 稱為天鵝林場 這場林場常年被迷霧籠罩 異常幽靜 而被稱為成都周邊的迷霧森林 受到壯多的戶外愛好者青睞 而這裡也成為一個戶外 徒步的網紅打卡景點 二十二日 驚傳三人集體身亡後 公安機關迅速組織力量 趕赴現場開展工作 目前已經查明 死者三人分別為 一名三十三三十歲的女性 謝某四川人 以及二十六歲的男性周某福建人 二十三歲的男性梁某某河南人 三人由外地到達林場 深處服毒自殺身亡 而服毒原因還有在釐清當中 在日本有個地方被封為自殺聖地 就是位於富士山西北側的青木園樹海 由於地理位置非常特別 被許多創作者 還有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 這個地方漸漸變成當地著名的自殺聖地 甚至有關當局在樹海內 放置許多防自殺的招式牌 不過近期卻有人發現 在這個樹海裡面竟然有人放置了飛機杯 而背後暖性的原因也讓人玩耳一笑 時常在樹海內進行探索 並且在推特上發表所見所聞的 日本網友Hari 近日在推特上發表一則貼文 表示其實有不知名的神秘人 常年會在樹海貼防自殺警告的標語 但是特別的是這些標語 會搭配著男性自衛時使用的飛機杯 而Hari也表示這些飛機杯 其實都放置了非常多年 而且他每次找到時 上面的標語都不一樣 從Hari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這些飛機杯被人用繩子掛在樹上 向方用透明塑膠袋夾著一些標語 標語上面寫著 你又是想去了的話 一指高潮 就不要去了一指輕聲 甚至還有一個寫著 請隨意使用 之後再到城市內買一個新的 放回來即可 看來這一位神秘人是想緩解 這些想不開的人的自殺念頭 至於為何是放置飛機杯 Hari也在文章中解釋 因為根據統計會來樹海自殺的人們 其中有八至九成都是男性 接著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 台灣國寶級雕刻大師朱鳴 22號晚上被人發現 在台北市市林家中親生 享受85歲 台北國寶雕塑大師朱鳴 22日在台北市市林區的家中辭事 震進了全國 監禁調查 85歲的他當晚上樓運動 卻久久沒有下來 妻子趕緊上樓查看 發現他在二樓的運動房內 情深身亡 監禁調查 朱鳴晚年罹患了慢性病 需定期就診服藥控制 他多次向家人表達負面情緒 現場也沒有外力記入的痕跡 因此懷疑是久病厭世 而家屬對於死因並沒有任何意見 監禁沒有找到遺書 只有在家中的客廳發現了一張紙條 上面寫着我上樓了 告訴妻子他上樓運動 不用擔心 未料這句話竟成為他的最後一言 財团法人朱鳴文教基金會晚間 於23日透過聲明稿代表家屬 感謝海內外的各界人士 長年以來對朱鳴先生 與朱鳴美術館的支持 基金會將秉持朱鳴先生 推廣藝術教育的精神 繼續生根朱鳴美術館 一把藝術的種子 縱活在寧我的心田 而國寶雕塑大師的陨落 讓藍綠陣營同感悲痛 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表示 總統蔡英文深感不捨與哀悼 願朱鳴老師安息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說 感謝朱鳴大師一生為文化藝術的奉獻 往家屬節哀 朱鳴大師是台灣藝術史上的重要人物 發生這樣的漢事 真的令各界都感到相當的震驚 現在大家來回顧朱鳴大師 他的一生 他是在1938年的時候出生的 他的本名不是叫朱鳴 叫做朱川泰 那他其實是苗栗縣的通宵人 學歷是通宵國小 他的專長就是雕塑 他其實從15歲的時候 就跟著雕科師李金川來學習 在他30歲的時候 他是抱持著這一個 等於是說要砍掉從令的心態 然後拜師了這一位楊英峰大師 他的代表作 其實大家都很知道 像是太極系列 人間系列等等 另外在1999年的時候 他創立了朱鳴美術館 那現在其實還是很多人 會到朱鳴美術館參觀 那其實他的作品獲獎無數 他也獲得了像這樣子的總統文化獎 東京創新大賞海外賞 亞洲最具影響力的文化人士 等等的一個榮譽 其實朱鳴大師 他真的留下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 留在大家的心目中 沒錯 那剛剛V仔 其實有剛剛提到 朱鳴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 就是太極系列 那其實這個系列呢 是在日本的東京中央美術館 展出後造成了轟動 也就此打響了他的名號 那麼接著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這一位 頂尖雕刻家傳奇的醫生 下手要快 要很 要準 有時候刻出來 我自己都覺得很新鮮 朱鳴講述自己的創作理念 從一位農家窮小孩 越居台灣國寶級雕刻家 一生都是傳奇 他本名朱川泰出生於苗栗通宵 15歲在父親的帶領下 向啟蒙師父李津川 學習雕刻及繪畫 在當時 朱鳴已在工藝雕刻界 頗有名氣 但他還想更上一層樓 於是在30歲那一年 富吉北上 敗入雕書大師 楊英峰的門下 找到楊老師之後 那就了解 藝術品要怎麼刻 所以變成那一次的關公 水牛 那個感覺就跑出來了 朱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太極系列 創作源自仰英峰 勸朱鳴學太極來維持身體健康 朱鳴便以此作為創作題材 1977年至日本展出震撼了國際議談 像太極跟我們比較有距離感 你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人間就不是 人間就好像 你就在他的旁邊一起拍照 因為覺得很適合 隨後朱鳴積極前往世界各地舉辦展覽 以太極系列和人間系列雙頭並進 作品的豐沛生命力 贏得海內外讚譽 更奠定了其重要地位 在1999年 於台北金山創設一座戶外雕刻美術館 朱鳴美術館 朱鳴說這是他人生中 最大的一件作品 以後 百年以後 是一定的 是一個重要的美術館 即使白髮蒼蒼 朱鳴仍不肯退休 持續追求創作革新 老婆告訴我好幾次 八十八 我退休了 還在做 醫師家好像沒有人退休 我想不到一個人退休了 所以就不能退了 想不到朱鳴在85歲的正年 從人生中退休 正經國內外議談 令人不勝唏噓 中文大師 他的作品是深受收藏家的喜愛 而台灣首席拍賣官陸傑明 他也有出來分享 他說他其中有一個作品 受到是最歡迎的 就是這一個太極系列的 單邊下市 你知道他有多受歡迎嗎 他說2010年的時候 有兩名的收藏家 想要買這個的小型木雕 然後寬不到一公尺 他就要價4000萬元 小型的而已 對 這個拍賣就飆到了4000萬元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其實也創下了 這個小型木雕中的最高價 對 真的是說 哇 這個作品 其實其他作品也都還不錯 但這個真的是最熱門的 那也真的很謝謝朱鳴大師 為這個世界帶來的美好跟精彩 沒錯 相信朱鳴大師的傳奇 一定都會活在大家的心中 好 接下來呢 讓我們看到下一則新聞 就是苗栗縣日前傳出了一起車禍事件 而畫面透過社群媒體 目前也在瘋傳當中 其中紀錄器拍下一個爸爸 當時騎著機車載著女兒 一次是沒有注意到前方的交通號池 已經轉成紅燈了 擦撞轎車之後重重的倒地 並且壓住了孩子 讓女童痛得痛哭失聲 大喊救命 幸好女兒送醫緊急送醫之後 僅有多數擦傷 並沒有生命危險 事故發生之後 現場傳出女童淒厲的哭喊聲 不斷地尖叫大喊 還喊著救命救命 一旁的大人則趕緊撥打電話報案 並試圖移開機車救出孩子 事後消防人員貨報到場 初步瞭解 遭押在機車下方的孩子是九歲的周小妹妹 身體有多處擦傷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而33歲的媽媽曾女則是背部疼痛 與女兒一同送醫 目前均無大礙 而據瞭解 受傷的母女來自桃園巴德 一家四口趁著兒童節廉價騎機車出遊 沒有想到在苗栗的三彎發生車禍意外 相關趙澤警方還要調查釐清 再來看到的是台東有一輛救護車在執行救護勤務時 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翻落田間 造成車上有一名七十歲的患者失去了呼吸心跳 消防局是緊急派了另外一樣救護車到場支援 至於詳細的事故發生原因 有待深入調查 根據瞭解 當時救護車上再有方性的癌磨患者 還有患者的女兒 救護車駕駛以及兩名消防人員 事故發生後患者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其餘四人皆無大礙 消防局緊急派遣另一輛救護車到場支援 但患者送醫後已被院方宣告不治 關山消防分隊消防員表示 事發路段為道路轉角 當時這個地方沒有路燈天色昏暗 加上天雨影響駕駛事件 才會發生車輛掉落田間意外 詳細事故原因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轉發ない電池 退遣